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千瘡百毫 左边有敌 右边有敌 不想敌就放大水盘 左右全部摺光 先拉枪 拆枪前要做抹 否则拆枪前要做抹 否则拆枪前要左吊 右吊又不是 放不回 其实这部手机四周滴水 有机会是这部手机太邋遢 积绝去水管道 所以令到周滴 可以拆奶出来洗净 洗完之后 有机会不再滴 但也有机会继续滴 不要博了 拆了一个大水盘 什么摺哨也一定可以 这个水盘在楼下五斤好买 75元一个 它原本的四吋水盘也不爱 好了,拆掉 否则拆掉 否则拆不进去 拆掉 拆掉 拆掉的东西都拆不进 那就要计算 它有几个出水孔 两个向后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拆在哪裏出水 撕开一个洞就可以了 如果有割 或者是割机的 肯定好些 但如果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一样 撕开一边 虽然没那么漂亮 但放到盘子 就是神仙 那么麻烦的方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呢 有些人说我不够专业 拿把质切钳拿来开电线 但我做的东西就真的不专业 其实我做的东西 是多用途 兼用性大一点 所以这把质切钳 剪什么都可以 拆螺丝也可以 放上去摆位 看看摄不摄得入 刚好 左右 后面 都要留一寸 现在抹一抹位 接着呢 就穿几条铜线了 为何用铜线呢 铜线没有那么容易生瘦 小心 我们的方法 挑衡 先重复一下 推手 拆附手 下摄不摄pa 這樣就可以掛盤上去 其實它跟來是有幾條索帶的 你不用一定學我這樣掛 你自己扁鵝圈扁鵝掛 掛盤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我喜歡前面那兩道 就用子宮螺絲收到鋁架 你們不喜歡就行 喜歡扁鵝都行 不過如果用這些電梯和子宮螺絲 就小心 千萬不要跌下街 右邊那條銅線 我喜歡跨機頂 就在左邊那裏收緊 因為窗戶在右邊 下不到位置 下不到工具 所以你整個螺絲在左邊 鋁架的機頂 就可以收拾右邊的銅線 左邊那條銅線 就鋁架到左邊 但是覺得左邊有少少鬆 所以收了一顆子宮螺絲在左邊 然後要調一下銅線 那要調一下銅線的鬆緊度 就要調到 因為在右邊後面有水 要調到銅線的鬆緊度 在角落是最低的位置 其他那三個甚至是需要高一點 暗斜去到右邊的位置就對了